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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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一战百年 枪的历史渊远流长 但是没有一种枪能像马克庆机枪那样 在战争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它是一种恐怖的杀人机器 能在瞬间射出数百发子弹 成片的杀伤敌人 一挺机枪就能构成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 其杀伤能力可谓盛极一时 世纪火药发明以后 近代最壮丽的一次大变革 开启了人类武器的宿舍时代 1840年2月5日 海勒姆斯蒂文斯马克庆 出生在美国缅因州 三格维尔的一个农民家庭 贫寒的家境 使马克庆在幼年和童年 便充满艰辛和苦涩 比起富裕家庭的孩子 马克庆没有游乐园的玩耍 使用繁重的浓虎 没有香气哭鼻的牛奶面包 有的只是勉强冲击的葱茶淡淡 没有宽敞舒适的华丽马车 有的只是一双瘦弱 但却坚韧的嘴角 但是这些苦难又确实成了他终身受用的财富 辛苦的劳作 让他懂得如何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简陋的生活条件 让他懂得如何通过自己的双手 来改变生活环境 在童年时期 马克庆就在父亲的农场里工作 在这期间他读过几年普通小学 后来变辍学了 和历史上其他许多著名罚名家一样 马克庆酷爱读书 对知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求 这是由于他的这种求知尚见的品质和态度 才是他在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早到辍绝的条件下 仍然能够积极的接触和获取书籍知识 并且培养起了一种很强的自学能力 14岁的时候他给一个马车制造商当学徒 不久以后他又去了他的叔叔开的一家工厂做工 正是在自己叔叔的工厂里 他开始了自己的发明生涯 他早期的发明主要是集中在电器设计和白纸灯灯泡的改进方面 1866年 马克庆得到了他的第一个专利 就是烫发的电运图 由于出众的才华和令人称探的创意 他很快便被聘任为纽约造船公司的一名高级设计师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 马克庆在电器方面的众多发明 引起了美国国内同行们的不满和怨恨 尤其受到当时美国电器业老大 爱迪生公司的排挤和抵制 万般无奈之下 他终于在1881年一居英雄 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然而这时的欧洲大陆对于电器的需求量大为缩减 就在马克庆为自己的未来感到彷徨时 朋友的一句话提醒了他 你发明一种 让这些欧洲人更容易切断敌人喉咙的东西吧 据说现在各国军队都在大力研发新式武器装备 有这方面才能的人都能够受到重用 并且得到充裕的经费资助 正是在这句话的鼓舞和激励下 马克庆开始把目光和兴趣转向自动武器的改进和发明 他不辞辛苦 到演练场考察 发现练习射击打靶的士兵们的肩膀上 总是七一块紫一块 士兵们经常叫苦不迭 这些伤是由于步枪发射时 火药的强大后座力推动枪托撞击而造成的 对此 马克庆陷入了沉思 如此强大的后座力 为何只能带给操作者痛苦 却不能加以合理的利用 怎样才能将这种力量转化为可以有效控制的战斗力呢 考虑到当时的枪都是非自动 每次射击一发子弹 都要手动将子弹上膛的现实 马克庆灵感断生 如果利用火药炸药的威力给子弹上膛 不是既省力又省时间吗 还可以减少使用者的痛苦 当然 这只是一个十分通范和粗糙的想法 以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还相聚甚远 马克庆先是在一支老式的 温切斯特步枪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装试验 在伦敦的哈顿花园里 马克庆购买了许多用于机械加工的工具 一丝不够的拆卸 组装 拼接和调试 一点一滴地摸索着前进的方向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塔终于设计出了一套精致灵巧的装置 利用这一装置 可以使弹体在子弹喷射出去时 完成开锁 退壳 送弹 重新闭锁等一系列动作 从而实现单管枪的自动连续射击 并且减轻枪铁的后作力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 千呼万唤使徒来 第一艇单管自动速射机关枪 终于在1884年孤孤坠毕 这便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马克性机枪 马克性机枪的最大革命就是自动化 在马克性机枪发明之前 世界上已经有一些机枪了 但是这些机枪都采用了几乎相同的设计构思 也就是通过转动曲轴 或者驱动杠杆来推动机枪运转 实现了弹药装填 带发射击抛壳等一系列动作 各个环节都需要有人工来驱动 所以当操作人员联系操纵武器之后 非常疲惨会导致操作动作太慢 但是这个马克进气枪就通过充分利用强弹 激发后产生的火药燃气 使激发后的退壳 抛壳 以及发弹的上膛等一系列操作 都是自动完成 不再需要手工机器 这样就成为一部自动的杀人机器 提高了操作的效率和稳定性 所以第一体马克进气枪的射速 就达到了每分钟500到600发 远远高于脑式机枪的每分钟200发左右的射速 马克进机枪的诞生开拼了一个全新时代 虽然在马克进机枪出现前 欧洲已经有人发明了各种速射武器 但这些武器采用的多是多枪管手摇连续弓弹装置 这种装置不仅原理极为落后 而且在宿舍方面也远远不能和马克进机枪相提并论 随着马克进机枪的横空出世 马克进本人和他的这件得意之作 开始赢得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目光和在意 成为世界枪械史上最令人震聋发聩的名字 马克进机枪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发明了枪管水冷罩 枪管发热是所有枪械的通病 脑式机枪由于没有很好的冷却方法 射速受到了很大限制 有的枪管支撑不到一分钟就要更换 马克进想出了经典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枪管浸泡在沉满水的容器中 只要水位不低于枪管 那么枪管的温度就始终不会超过100度 这样是枪管在设计中容易过热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899年马克进机枪在美国进行了连续发射15000发的极限测试 获得了成功 1884年11月5日 马克进在伦敦的哈顿花园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马克进机枪公司 马克进首先向英法推销此枪 然而英法态度冷淡 认为此枪纯粹是浪费军火 效力低下 还是神枪手一枪一准来的时代 也有一些国家对马克进机枪威力视而不尽 美国甚至一度抵制马克进机枪的使用 马克进机枪的首次实战应用是在1893年 在非洲的罗德西亚英国警察与当地土著人的一次战斗中 英国的50名警察仅凭4体马克进机枪 便在90分钟内打退了5000多名土著人的几十次冲锋 打死3000多人 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 俄军使用的是马克进机枪 而日军使用的却是另一种机枪 哈奇开斯机枪 前者威力和可靠性均远远胜过后者 特别是在鸭绿江附近的大战中 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杀伤效果 开始引起相关国家的高度重视 真正让马克进突进风头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佐姆核战役中 当时德军装备了MG-08式马克进重击枪 一天的功夫就打死了6万人军军 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马克进机枪 由此成为了文明天下的杀战力气 1916年7月 德国人一平均每百米固执一品马克性机枪的火力密度 向40公里进攻正面上的14个英国师发起了疯狂的扫射 一天之内就使6万名英军官兵伤亡 到11月18日战役结束的时候 在这141天的时间里 英法联军共计阵亡了61万5千人 德军大约有65万人之后 大多数人都是被马兴机枪的火蛇所吞噬 可以说欧洲整整一带人丧命于机关枪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风魔和血腥 远在着了时刻 鬼罢第一站 那些叙咤风云的人物 一具成名的武器 血肉腾飞的战场 一起穿越时空 重新进入我们的世界 全新视角 巧妙勾连 为你过情分凡的历史迷雾 重拾行将远去的 血色记忆 百战经典特别景 一战百年 隆重推出 敬请关注 在一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是最深刻的认识到机枪重要性的国家之一 当时德国陆军装备的马克进机枪 超过了一万两千五百点 经过几场重大战役 欧洲各国都意识到 机枪在防守方面的巨大作用 纷纷大量购置机枪 在阵地前沿 架起集挺机枪 就能够抵挡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风 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守方式 可以说是当时能够达到的最理想境界 一位枪械史实家曾深刻指出 机枪在一战中造成的毁灭力 既是肉体层面 又是心理层面 机枪将杀戮演变成一种工业过程 它代表了工业革命的核心 和大规模战争的时代 此后人们又开始尝试把机枪装配在其他运载工具上 以组成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全新作战平台 各种新型运载工具的出现 使得机枪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 在以后的战场上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不只是坦克 装甲车 就连后来的飞机军舰甚至习柏林飞艇上 都装上了马克庆机枪 还有人把机枪安装在摩托车上 以便机动的进行对空射击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机枪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战争面貌 平均每个步兵师装备机枪的数量 法国684艇 英国400艇 德国324艇 而机枪在美国的发展极为迅速 从战前每个师18艇发展到1000艇 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 与此同时在战争的强劲推动下 机枪又得到了进一步改进 不仅重量大大减轻 而且操作更为方便 各种配套装置也趋向防扇 不可否认直到今天 它仍然是战争中或可需少的强大力量之一 如果说马克勤机枪带来了地面战场上战争形态的变革 那么潜艇的使用则将战场的形态从陆地水面延伸到了水下 潜艇是另外一个在一战中名声大噪的新型武器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在经过许多先行者的艰辛探索之后 现代潜艇终于在19世纪末登上了历史舞台 它的创造者就是被后人尊称为现代潜艇之父的约翰·霍兰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在这场长达四年的战争中 海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时南方联军在海战中屡战屡战 原因是他们的木制战舰太过老旧 在北方联军新式的铁制战舰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而这时一个人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战局发展 它就是霍兰 霍兰决心建造一种潜藏在水下的装甲舰 打击狂妄的侵略者 拯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经过多次实验 1897年5月17日 10年56岁的霍兰 终于成功制造出了一艘长约15米 装有33千瓦汽油发动机 和以蓄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机传奇式潜艇 这就是霍兰设计的第六艘潜艇 霍兰6号 也是它一生中设计建造的最后一艘潜艇 霍兰号潜艇的动力装置 采用了双推进系统 在水面航行的时候 用的是一台45马力的汽油发动机来进行推进 同时为蓄电池充电 在水下航行的时候 用电动机来推进 潜艇的水上航速可以达到7节 续航力1000海银 水下最高航速达到了5节 对应的续航力为50海银 霍兰号潜艇共有5名艇员 潜艇上装有3枚鱼雷 两门火炮 一门炮口向前 一门炮口向后 在这个潜艇上 能够在水下发射鱼雷 水上航行非常平稳 下潜也非常迅速 激动灵活 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当时担任美国的海军部长 见到这艘潜艇之后 力主美国政府购买 最终霍兰号就成为美国的第一艘潜艇 此后世界各国海军纷纷效仿 相继引进了霍兰潜艇 并在该型潜艇的基础上 研制出不少改进性 虽然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取得了一些可喜发展 同时经过实战证明 它是具有相当威力的新兵种 但是由于潜艇技术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足 主要是艇上使用的主机 还是危险性较大的煤油和汽油发动机 潜水及操作的设备和方法还不完备 水上航速比较小 因此人们认为 潜艇仅仅适用于在水面舰艇的帮助下活动 只是一种保卫自己海岸的工具 所以其发展速度 仍比当时工业水平所达到的程度差得多 到二十世纪初 具备水下作战能力 并且基本符合实战要求的现代潜艇相继问世 那么这些潜艇排水量一般都为数百吨 水上速度大约为十几 水下速度也达到了六到七千 有多具鱼类发射管 可以进行鱼类骑射 你比如1908年新型的独角金号排水量 达到了337吨 带有四具鱼类发射管 1908年7月 德国建成了日尔曼改进型潜艇 也就是文明渔市的U型潜艇 那么这种潜艇的排水量为678吨 水面最大速度16节 水下速度达到了10节 有四个鱼类发射管 一道两门的夹班火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对潜艇最重大的一次改进 是将早先的汽油机动力装置改为安全 更有效率和可靠的柴油机 1908年英国建造了第一艘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潜艇 使用柴油机作为潜艇动力 在潜艇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变化 柴油机不但马力大 价格低廉 而且比汽油机更为安全 此后德国迎头赶上 从1913年开始 他们有了专门用于潜艇的柴油机 并建成了又长又大的柴油机 电动机潜艇 柴电这一潜艇动力装置模式 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时至今日 大多数常规潜艇仍在沿用着这种动力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龚魔和血腥 远再多了十次 回报驿战 那些誓诈风云的人物 一举成名的武器 世纵成飞的战场 一起穿越时空 重新进入我们的视线 全新视角 巧面攻联 为你过情分凡的历史迷雾 重新寻江远去的血色祭地 百战经典特别简 一战百年 隆重推出 敬请关注 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 潜艇已经成为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海战兵器 但各国海军对它仍存在偏见 认为它是属于弱小国家的偷袭武器 对海军强国并不实用 直到一八九八年 法国的古斯塔夫奇德号潜艇 用鱼雷击沉了英国战略舰马琴塔号 显示了潜艇在海战中的巨大威力 各国海军才如梦初醒 开始着手发展潜艇 二十世纪初 随着潜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潜艇已出具实战能力 1888年 法国建成了排水量30吨 还未装备武器的电漫号潜艇 直至1904年 建造了多种型号的潜艇42艘 排水量大到300吨 小至30吨 至1906年 法国潜艇达到18种型号 90艘之多 1900年前后 法国潜艇制造了 古斯塔夫奇德号和纳贝尔号潜艇 他们的性能非常博悦 这让德国人非常羡慕 那么德国人不服输 决心研制自己的潜艇 于是自二十世纪初期 德国人开始了以柴油机 为动力的U型潜艇的研制工作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德国U型潜艇的建造数量 创下了世界之罪 当时一战时各国海军的主力 还是水面舰艇 尤其是当时叱咤风云的战略舰 潜艇作为初登战场的新兵 还只能是辅助性兵力 其中以德国潜艇性能最为优秀 他们的最大潜身为48米 水下航速将近十几 巡航速度为四几 二十世纪初 虽然潜艇装备逐步完善 性能逐渐提高 出现了具备一定实战能力的潜艇 但是由于技术不够先进 此时的潜艇还没有显现出 像战舰一样可靠 且具有威胁的战斗力 另外在二十世纪初 人们仍然认为潜艇作战不够正大光明 有损歧视风度 加上当时普遍认为 潜艇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只能算海军的一个辅助建筑 因此潜艇作战仍被大多数国家拒绝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 德国上演了一品陈三舰的经典战力 震惊各国 才让潜艇的命运得到了转机 1914年9月23日 德国海军U9号潜艇 在比利时奥斯坦德港 和英国马加特之间的 伏击阵位上游以待机 清晨时分 U9潜艇发现了三艘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 即阿布基尔号 霍格号和克雷西号 维利根艇长指挥U9潜艇 敲敲了向阿布基尔号号 当听到鱼雷准备完毕的报告后 他下达了发射命令 6时30分 随着一声巨响 阿布基尔号被击中 为了查清战果 维利根迅速升起前望境 令他难以相信的是 霍格号巡洋舰不但没有进行 任何规避和反潜行为 反而带在危险区域内 抢救阿布基尔洛水的船员 原来英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是德国潜艇攻击了他们 还以为是撞上了水雷 维利根艇长 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 悠久艇再次进入攻击阵位 这时悠久艇停手突然下轻 但训练有速的艇员们没有慌慌 在轮机长命令下 除鱼雷发射艇和指挥舱人员外 所有艇员都跑到艇尾 以保持艇身平衡 6时55分 两枚鱼雷又从第一 第二发射管呼啸而出 半分钟后 两声巨响穿了 霍格号别被击中 秉讯就下车了 有九号潜艇采用的是柴油动力 二十世纪初 掌握柴油动力技术的国家 是凤毛铃角 德国便是其中一个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海军的军事能力 在当时还是属于一流水平 相比于真气潜艇 采用柴油动力的好处 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强 水下噪音比较小 这也是所有U型潜艇的看价法宝 可以这么说 U9号潜艇已经是现代潜艇 它有完备的武器系统 水雷鱼雷俱全 下潜深度 也达到了在当时让人恐惧的八十米 U9艇完成攻击后 开始下潜规避 准备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两艘军舰被击沉 使幸运的克雷西号艇长约翰逊海军上校 意识到了遭到潜艇攻击 但看到在水中挣扎的同伴 这位上校没有下达攻前命 而是下达救援命 这个错误的决定 又将克雷西号送入绝境 维迪根并没有跑远 当他观察到英国人的举动后 无论如何不敢放弃这块 以爆嘴的肥肉 不过这次攻击 没有前两次那么轻松 当克雷西号发现U9挺厚 203毫米的主炮 毫不客气的向他怒火而来 但是这些炮弹 想击中当时还很小巧的潜艇 并不容易 U9挺在冲天的大雨中 向克雷西号发射出两枚 挺尾鱼雷 鱼雷准确的命中了克雷西号 但这一次英舰并没有受到冲突 于是维迪根下令停尾鱼雷馆 重新发装鱼雷 并且指挥潜艇进入新的发射阵位 很快U9挺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射了出去 7时30分 克雷西号再生巨像中 遭到了灭顶之灾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 那么这条爆炸性的新闻 迅速的传遍了全世界 国际海军界位置震惊 没有想到 一艘铁地壳似的潜艇 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将三艘万登级的巡洋舰集成 那么在此之前 这是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以说这场潜艇战斗 在镇静国际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促进了传统海战思想的转变 引发了人们对潜艇作战能力 和作战用途的思考与探索 那么这个事件 也刺激了各国对潜艇战的研究 潜艇作战由此正式加入世界战争室 到1915年 各海军强国 基本上都建立了各自的潜艇部队 在一战的海战中 可以说锋芒毕露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人类历史上不同有过的龟魔和血腥 远在一个世界 随望一战 那些施炸风云的人物 一直有曾鸣的武器 血肉横飞的战场 一起穿越时空 重新记录我们的世界 群星视角 巧妙宫脸 为你过情纷繁的历史名语 重启行江远去的 血腹记忆 百战经典特别节目 一战百年 隆重推出 敬请关注 在一战爆发时 德国籍意识到 与英国进行水面舰队主力决战 以无取胜的希望 于是便提出了发展潜艇 用潜艇消灭英国的运输船 用清击战手段 打垮英国的主战 这是潜艇作战思想的 一次重大进展 到1915年年末 德国潜艇共击沉 600余艘协约国商船 至1916年和1917年 被击沉的商船总数 分别已达到 1100艘和2600艘 仅一艘U35号德国潜艇 就独自击沉了 226艘船 总计达到50多万吨 日德兰海战后 德国的水面舰艇 已经失去了 和英国抗衡的能力 但德国海军并不甘心 潜艇便是他们的 最后一张王牌 1917年2月11日 德国宣布 进行无限制潜艇战 共有111艘德国潜艇 投入战斗 仅2月份到5月份4个月里 德国潜艇就是 协约国和中立国商船 吨位损失总数达到260万吨 无限制潜艇战 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威胁 英国人估计 如果不能制止这种巨大破坏 那么英国的海上生命线 将会在10月份中断 以至于英国人悲观地认为 德国将要赢得这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潜艇继承的商船总数达5906艘 总尊位超过1320万吨 极大损耗和牵制了 协约国方面的大量人力 尽管德国无限制潜艇战最终失败了 但是潜艇在战车中显示出强大的能力 体现了其在现代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 已经从一战前海军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舰中 一跃成为海军中不可或缺的生旅军 成为来自海底最恐怖的杀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初出茅庐的马克庆机枪和潜艇大显神威 扬名世界 也让世人真正体会到生命在冰冷的武器面前 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 然而人类仍然固执地继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 运用到如何更辩解和更大规模的屠杀上面 这或许是人类的进步 但更是人类的悲哀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回报驶战 那些驶炸风云的人物 一举成名的武器 血斗横飞的战场 一起穿越时空 重新进入我们的视线 群星视角 巧面宫典 为你过情风凡的历史迷路 重拾行江远去的血色记忆 百战经典特别介绍 一战百年 隆重推出 敬请关注